中国在量子计算领域再度突破,中科大潘建伟教授及其同事陆朝阳, 由奈乐、汪喜宁等,通过调控6个光子的偏振,路径和轨道角动量3个自由度,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18个光量子比特的纠缠,刷新了所有物理体系中最大纠缠太制备的世界记录。 作为国际前沿的量子气息科研团队之一,潘建伟团队已经在光磁体系上率先实现了五光量子。 光量子、八光量子和十光量子纠缠,一度保持着国际领先水平,此次实现18个光量子比特的纠缠, 该成果可今一步应用于大尺度、高效率的量子信息技术,表明我国际是在国际上引领多体纠缠的研究。 国际权威学术期和物理评论快报日前发表了该成果,打破自己时光量子纠缠记录, 创造所有物理体系,纠缠太制备的全世界记录,多个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和纠缠太制备, 是发展可扩展量子信息技术,特别是量子计算的最核心指标, 量子计算的速度将随着可操纵的纠缠比特数目的增加而指数计提升。 但要实现多个量子比特的纠缠,需要进行高精度、高效率的量子态制备, 和独立量子比特之间相互作用的精确调控。 同时,随着量子比特数目的增加,操纵时所带来的高升、缠绕和错误也随之增加。 这对量子体系的设计,加工和调控要求极高,成为量子纠缠和量子计算发展的巨大挑战。 过去20年,参见委及其同事一直在国际上,引领着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的发展, 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光子的多个自由度的调控方法。 2015年,通过实现对光子偏振和轨道角动量, 两个自由度的量子调控技术,和单光子被破坏测量。 潘建伟,陆潮阳研究组,首次实现单光子多自由度的量费以行查看, 相关成果被英国物理学卫星文网站物理事件选为国际物理学年度突破。 2016年底,潘建伟团队同时实现了10个光量子比特,和10个超导量子比特的纠缠, 刷新并一直保持着这两个世界纪录。 通过多年技术公关,潘建伟团队自主引发了高稳定的光子多自由度干涉仪, 实现了不同自由度量子胎之间的确定性和高效率的相干转换, 完成了对18个量子比特的262144种状态的同时测量。 在此基础上,研究组成功实现了18个光量子比特超纠缠态的实验制备, 和银河多体纯纠缠的验证。 创造了所有物理体系、纠缠态制备的世界纪录。 具体技术,实验证明18个量子比特级赫兹纠缠, 对多个粒子的多个自由度实现完全控制, 是量子信息处理的基本能力。 我们通过同时利用6个光子的3个不同自由度, 包括它们的路径、平线和轨道角动量。 实验证明了18个量子比特DREENBRDR-HORNE-VEILINGER纠缠, 研究人员开发了高稳定性的干涉仪, 用于光子的不同自由度之间的科密量子逻辑运算。 其精度和效率接近于B, 可以同时读出18个量子比特状态产生的218, 等于262144种结果组合。 测量到的量子态保真度为0.708加-0.016, 证明全部18个量子比特的真实纠缠。 图一,用于创建和验证, 有6个光子和3个B,O,F组成的18量子比特级和姿态的方案和实验装置。 上图中展示了用于创建和验证, 有6个光子和3个B,O,F组成的18量子比特级和姿态的方案和实验装置。 其中,此外激光聚焦的三个专门设计的三明智型飞线性晶体, 每个晶体有两个两毫米厚的非纸横酸的一个HWP组成, 产生三对纠缠光子。 在每个输出中, 使用了不同厚度和方向的两块YVO晶体, 一对双折射效应进行空间和时间补偿。 这三对纠缠光子, 结合在两个撇阵分数器上, 产生6光子撇阵纠缠的集合姿态。 图2.18的量子比特级赫兹纠缠的实验数据, 向占量子霸权至高点, 有常态制备是关键。 由于量子信息技术的潜在价值, 欧美各国都得积极整合各方面研究力量和资源, 开展国家级的协同公关。 其中,欧盟在2016年宣布, 启动量子技术基建项目。 美国国会则于6月27日正式通过了国家量子行动计划, National Quantum Initiative and UI 确保自己不会落后其他发展量子技术的国家。 国外高科技巨头, 比如谷歌、微软、IBM等, 也纷纷强势进入量子计算研究, 并且频频宣告进步, 尤其是谷歌。 谷歌从2014年开始研究基于超到超到的量子计算机。 今年3月, 谷歌宣布推出72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 并实现了1%的低货物率。 5月, 谷歌在《自然物理学》发表文章, 描述了从随机量子电路的输出中采样为原创Bit Twins的任务, 这可以被认为是量子计算机的Hello World程序。 在另一篇发表于Science的论文, 用超到量子比特, 演示量子霸权的蓝图, A Blueprint for Demonstrating Quantum Supremacy with Superconducting Cupid's 照, 谷歌阐述了量子霸权的蓝图, 并首次实验证明了一个原理验证的版本。 不过,IBM、英字尔、谷歌等宣布实现的量子计算机原型, 这些量子比特并没有形成纠缠态, 单纯理拼物理量子比特数, 这一优势在应用层面上无太大意义。 前文也说了, 多个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和纠缠态制备, 是发展可扩展量子信息技术, 特别是量子计算的最核心指标, 为什么?经典计算机是通过一寸二进制代码, 零和一来编码可操作信息, 量子比特所做的事情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 只是它们能够存在零和一的叠加态下。 万而言之, 当我们测量量子比特的状态时, 会得到一个一定概率的零和一, 为了用许多这样的量子比特执行计算任务, 它们必须持续地处在一种相互关联的叠加态下, 即所谓的量子相干操, 这些量子比特处于纠缠之中, 一个比特的变化能够影响到剩下所有的量子比特, 因此, 机率量子比特的运算能力将远远超过传统比特, 传统电子计算机的预算能力随着比特位的增加呈现性增长, 而每增加一个量子比特位, 则有可能使量子计算机的预算能力加倍, 呈指数增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 5量子比特位和50量子比特位的量子计算机有天然之别。 不过, 真正重要的不仅仅是有多少个量子比特, 这甚至不是主要因素, 而是量子比特的性能好坏, 以及算法是否高小, 5光子, 6光子, 10光子到18个光量子, 多粒子纠缠一直因领世界, 多粒子纠缠的操纵作为量子计算的技术制高点, 一直是国际角逐的焦点。 在光子体系, 潘建卫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5光子, 6光子, 8光子和10光子纠缠, 一直绑持着国际领先水平。 在超导体系, 2015年, 我哥, 美国航天航空局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奔校, 全部实现了9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高精度操纵。 这个记录在2016年底被中国科学家团队打破, 潘建卫, 朱晓波, 王浩华等自主研发了10比特超导量子线路样品。 通过发展全局纠缠操作, 成功实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数目的超导量子比特的纠缠和完整的测量。 进一步, 研究团队利用超导量子电路, 演示了球件线性方程组的量子算法, 证明了通过量子计算的并行性, 加速球件线性方程度的可行性。 相关成果也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物理评论快报, 50个光子纠缠能让量子模拟机计算能力超越线和二号。 参见伟说, 这是历史上第一台超越导致经典计算机的基于三光子的量子模拟机, 为最终实现超越经典计算能力的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多光子玻色子采样的实验装置是一图, 该设置包括四大关键部分, 三光子源、多禄附件机器、超低耸耗光子测量阵力和光子探测器。 2015中国计算机大会上, 参见伟发表报告量子计算与量子模拟, 并表示由于高精度量子操控技术的极端复杂性。 目前量子计算研究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 像晶元计算机那样, 具有通用功能的量子计算机最终能否成功, 对整个科学界还是个位之数。 但是,理论研究表明, 与通用量子计算机相比较, 量子模拟机这样一类针对解决一些重大问题的专用量子计算机, 在量子比测数目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并没有那么高。 例如,对波斯取量这样的问题, 一旦达到50个左右光子的纠缠, 量子模拟机的计算能力就能超过天和二号超级计算机。 潘建伟说,量子模拟具有重大使用价值, 可为人类开发新材料和新能源提供重要指导, 孕育和推动物质科学领域, 新一代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 有望在10至15年内取得重大突破。 这次实现18个光量子比特的纠缠, 无疑是朝着正义方向, 发展所迈出的有第一步。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TG News.XGuyze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